敷两个比划刀好瘦 瘦到让你觉得怎么这么瘦 然后它梳化是偏左边撇不太长 纳非常的浑厚 我觉得不要把它写弱了 人这个撇瘦直 然后纳呢 哦 饱满圆润 纯 这个字的横化基本全部都侵蚀掉不见了 我几乎都看不到 竖画是保持一样弧度 可是横化都稀到不见了 竖画还是看得到样子 横化不见了 竖画挺直 饱满收紧 还是稀到不见 你就觉得好瘦 那圆镜的直画依然保持如此 这里是不够的 不够就不够嘛 撇纳还是要饱满一点点 这个不算很饱满 一点点饱满 去 到处 刺长横 刺长横 撇 挺近 口 上宽 下窄 收紧 耳朵旁稍微降低 折一下 满力的 过来 扭转一下 弹上去 然后这边就开始很饱满 很饱满的树画 但是它会马上收尖的树画 音 音之前有写过 说一样画葫芦啊 横画细直画出 横画细 注意均均均均 这里是一个很直很直很直 微微弯曲的撇 这里是一个横画 间隔间隔间隔 这里会伸出去 再一个直画 这里它会写成这样子 跟一般的铁写字不太一样 然后横画可以撬一下 撇短 纳的话它通常会做得很夸张 所以不客气的 送出 是 它的皮还是偏平 书画 挑也偏平 这是它个人特色 横画偏细 是